主料,菠菜10颗,面粉,辅量,西红柿一个,榫两个,油盐葱,脆露的菠菜,将菠菜榨汁,然后菠菜汁加一点水,放入面粉和成团醒15分钟,擀平,而且要薄,然后折叠,切成宽调,抖开,用煮白芦笋的汤煮面条,清香的很,由热葱花炒香,放入西红柿炒3分钟,放入煮熟的面条, 放入好流即可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